我的巴比伦恋人大结局 陈美如穿着白色裙子很开心赴约 她想好了愿意献祭自己 让慕容杰伦、欧阳文山、九天龙女回到自己的国度 他们在乌山许下了一夫一妻白手不离的誓言 陈美如闭上眼迎接属于自己的命运 然而慕容王子却将利刃赐向了自己 原来如果慕容王子够爱陈美如 那么她的鞋也可以打开通道 她选择牺牲自己 而欧阳文山选择背叛赐和慕容合作 因为江惠真很在乎陈美如 她宁愿他们消失回不去故乡 也不想让江惠真难过 之后慕容王子的血带着他们回到了巴比伦 慕容成为新一代的王 欧阳文山决定跟随 两人真正成为智友 九天龙女被放出水牢浪迹天涯犹如行尸走肉 现代的时间线转到一年后 陈美如巴黎散心找到了慕容王子的痕迹 原来慕容王子便是古巴比伦的汉摩拉比 就像周杰伦的歌词一样 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 慕容王子将他们白手不离的誓言 刻在黑色的玄武言 如今依旧清晰可见 而陈美如也遇见了和慕容长的一样的人 看到这样的剧情 很多观众猜测 这可能是慕容王子回来了 就像很多穿越剧那样 在现代重逢 我的巴比伦恋人 这部剧的结局会是大团圆 但面馆发生的一切告诉观众不是这样的 在面馆中 陈美如又遇见了和慕容长的一样的机长 但是机长没有认出陈美如态度还很差 陈美如卑微求问笔记本 对方直接走了 说到底这对还是悲剧了 不过也有人说是开放性结局 可能之后陈美如还是会和机长在一起 在番外片中机长想要租居委会大妈的房子 两人看起来有机会 同样悲剧的还有欧阳文山和江慧珍 二舅寄给她的一个快递 是他们恋爱时一起看星星图案打造的面具 只有他们知道的信号 欧阳文山跋山涉水来中国埋下 只为江慧珍可以看到 江慧珍之前一副早就走出伤痛 开启新生活的样子 但还是因为这个面具破防了 带着陈美如来到星空下 说自己不让他提起慕容 是因为自己不敢想起欧阳文山 不过就和机长出现一样 也有一个像欧阳文山的人出现了 居委会大妈的儿子妈宝男 似乎和江慧珍会成为欢喜冤家 所以看了番外后 不少人觉得这部剧是happy ending 但更多的人觉得还是bad ending 毕竟没有记忆的机长 也不是那个慕容了 欧阳文山连性格都变了 不过就是长得一样的人 不过是替身而已 他们再也不是那个人 真正he的是断水流和九天龙女 在断水流被sin干掉之后 独自回到巴比伦的九天龙女 安莫大于心死 一个人行走 还以为九天龙女的结局 就像小说一样 忠师所爱孤苦余生同样毕丽了 但最后断水流出现了 原来他跟着法杖一起穿越了 找到了九天龙女 断水流和九天龙女的he 很好但也很不好 因为九天龙女值得 而断水流不值得 同时有一种讽刺感 陈美如因为日记的事情被折磨了12年 因为遇到慕容 才开始谩骂和小时候的自己和解 结果一招回到解放前 痛师所爱的他又要如何走出伤痛 遇见一个长得像的机长就可以吗 透过一个人想着另外一个人 还有江慧珍看似潇洒敢爱敢恨 但失去欧阳文山也是他走不出的伤痛 认识一个截然不同的妈宝男就可以吗 而断水流又凭什么幸福呢 12岁的陈美如因为日记本被嘲笑 江慧真被说带坏陈美如 而断水流呢 小时候校园霸凌的参与者 长大后因为封号跑到陈美如公司 责骂陈美如 出陈美如的伤疤 还把气撒在陈美如身上 因为小说日记九天龙女的结局不好 因为当时以为九天龙女是纸片人 但没有陈美如 她也遇不到九天龙女 所以这部剧结局还挺讽刺的 两个小女孩写出的小说日记 被折磨了12年后 又有了别的伤痛 只为成全一个男人追到她的梦中情人